来了几位摩友 这位大叔是从南冲来的 那个小哥是刚刚从成都来的 我让他出示一下绿码 你这别开玩笑 请把你的健康码出示一下 嗯挺好的 绿的绿的绿的 那就好我放心的啊 那个跟你是一起的吗 一个人吗 还是跟他一起的呀 一个人啊 你是什么车呀 哈雷 哈雷120呀 哎呀好车 一看这一看这个把手 我就觉得这轻眼熟的 是不是改低了呀 改改高了一点 改高了一点啊 改高了 敢问这个车多少钱 就是落地下来吗 落地下来16万6千8 16万6千8 那裸车大概在14万左右啊 151514左右 哎呀这个侧面看起来是挺帅的 你看跑得蹭蹭发亮的 我觉得他这个 可以倒映出来一个很好看的影子 你不会是特意过来找我吧 哎肯定是 真的啊 哎呀 那晚上留在家吃饭 我给你们煮香肠吃 哈谢谢 真的 那大大大大叔是从南充过来的哈 从我市里过来的 还有一个大叔 我不在家 然后我舅婆说来了一个粉丝 然后他把包放在我家 把我狗给牵走了 看到没有 你有看到路上有看到遛狗的没有 没有没有吗 我不在家我去买肉去了 他的行李放到我家 他把狗狗牵走了 我现在不知道狗去哪里了 他人也没回来 他别把狗狗牵没了 哈哈 然后大叔骑的是个林木 林木250踏板吗 125 125啊 网红车 网红车啊 哈哈哈 你吃你你这车买成多少钱啊 这个车是一万多一点 一万多一点啊挺好挺好挺好 其实的最终的归宿就是踏板 已经半个小时了 牵我狗手的那大哥还没回来 现在我准备骑着哈雷 不对我坐着哈雷去找一下狗 哎呀感受一下哈雷 我这跟我这棉袄 跟我这花棉袄挺配的 哈哈哈走 哎呀我去找到了 你把他放了大哥你把他放了 哎呦天呐去大马路上找的全没找到 这边小路来了哎呦吓死人了真的是 哎呦你这大概半天不回来 我这挺担心的你从哪里过来的呀 过来天你把绳子放了 你不认识我吗 我说我温暖啊 你把我的狗啊 你不认识 你认识 我认识 你认识我让你把绳子放了 你不认识我 我我我不认识你 我们见过吗 我们之前见过吗 啊 没有 你给我你给我整糊涂了 我我没太听懂 不好意思 嗯 陈 陈什么 陈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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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 我没事没听懂 陈伟里 陈伟那么过来的做火车 喔 看 profile 陈伟里 你看到 ください 我去吃 我去吃 你拿钱了 你拿酒了 那你这我活着狗不见了我肯定着急啊 你啥我又没见到过 你那个行程马有没有 我瞅一眼 现在疫情期间说实在了你理解一下 我这边香肠那么多我还要邮寄呢 是吧 你理解一下 你给我看一下你行程马健康马 没看出来吗 哦就见着见着健康马 你还没接种啊 你还没打疫苗吗 我的天哪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了 本来还想跟他好好聊聊的 结果嘞 他说他给我发了私信我不回 我一看他给我发了私信 我的个妈呀 我的个娘呀 我的个天哪 今天有好几拨人会来找我 有从南充开车过来买香肠的 但我没有卖啊 因为这边都是你们定调的 我让他需要的话再预订 还有刚刚那个其他版的从南充过来的 还有那个其哈雷的小哥 还有就是这位从山东过来的 他说他是从山东过来的 但是我跟他沟通有点困难 因为他说什么我听不懂 然后我让他给我看一下身份证 他说没有身份证 我说你绿码给我看一下 那我看他绿码了 绿码确实是绿色的啊 然后没有接种疫苗 那我说你这么不接种疫苗啊 然后我说你过来找我干嘛呢 好家伙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给我发了很多私信 我不回他 不打开私信还好 我一打开私信 我整个人都吓懵懵了 知道吗 你们看 这是他发给我的私信 从去年的11月份 发到今年的11月份 整整一年的时间 我整个人直接蒙住了 其实大家来找我的话 我还是很热情的 我会就是招待大家吃喝 但是这种的话 我确确实实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觉得他这种 我害怕 我真的害怕 为了你我的安全 疫情期间不要出门 不要来找我 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直接私信给我就行了 直接发信息给我就行了 千万不要来找我 我后面看的监控 这位大哥是3点28分 在我家门口的 直接进家门 然后我舅婆在门口 问他干嘛的 他说找我的 然后就把我狗牵走了 也没给我舅婆说一声 把行李放到我家 唉 如果这个大哥 能看到我这条视频 我想说一句 谢谢你的喜欢 我们真的不合适 你会找到有缘人的 但请你不要以这种方式 去追求女孩子 我是觉得很害怕的 希望你能理解啊 按理说大家老远来找我 我是应该热情招待的 起码吃个饭再走 但是刚刚那种情况 我确实比较懵逼啊 而且他说那我走了 那我也没有说任何话 因为我看到他的私信 我确确实实有点担心啊 我希望大家都能理性一点 理智一点哈 疫情期间不要出门 防疫你我 安全你我好吧 我以后也会特别注意一点啊 然后现在是去找我哥 把剩下的两个监控器 赶紧装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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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